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3月9號 凌晨1點鐘 終於過了 現在變成一週一屆冬猴女士 冬猴或是怨謀 基本上第一關跟第二關 弗雷拉真的很討厭 因為弗雷拉 團隊就知道她很討厭 但是你在主線推圖碰到弗雷拉 基本上主線的進度 敵人一摸就瞄 何況是在天上飛的弗雷拉 所以說就變成非常的麻煩 第一關完全就是造超 第二關也是造超 用國王反傷 第一關是跟好友大大借一隻 冬猴女士 上末日禁位的話 我不是309 我是203而已 末日禁位應該是為了她的被動性 降低一點 增加魔抗 末日禁位是有增加魔抗的效果 第三對是 安之沃爾弓 再加上魅魔 跟埃茲 第四對就是亂七八糟 拚命的讓伊索爾的活下去 第五對我剛剛真的是已經 就是有點放棄了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反正就是拚嘛 還好這個樣子還能過 埃隆老鷹 但是呢因為這個萊卡去拿去 當這個第二關的國王反傷 然後那個什麼 少了萊卡之後 我覺得埃隆老鷹隊的這個 的那個勝率就會下降很多 然後埃隆老鷹隊的話 這個基本上呢 沒有萊卡的話 狼人的話基本上也不好死 那就用雙子跟這個索羅斯來拚 好那我們就來一關一關看吧 首先是第一關 然後感謝這個好友大家 借我這個東宏女士 好這是第一關齁 所以說這個代謀真的很神喔 到了35張的話 我覺得給他309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這是第二關 好第二關看起來這個 古王反傷很成功喔 但是但是我RE的大概大概半個小時喔 所以這個真的真的不好刷 就是你第一下齁 要成功的把這個其他人反死 然後第二下又能夠成功的吸收到這個 弗雷拉的傷害 所以還蠻還蠻煩的 那另外第三隊啊 我覺得這個 呃 魅魔磚30跟這個埃茲喔 這兩隻可以拆出來齁 不一定要在神魔國家隊 因為這兩隻拆出來的話 他其實是一個很好控場的角色喔 尤其是在這個魅魔磚上 這個衝贏法典的話 他其實開大噴出去的速度很快 那這樣很快就可以把這個 開場給穩定下來喔 開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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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場不用看 打開場了 開場了 開場了 啊 挑戰了 還沒有到309 OK 好 那第四關就是RUN4 想辦法讓這個 想辦法讓這個ISO的活下來就對了 好 那剛剛那一關呢 可以看到這個 為什麼上冰魔呢 就是如果說冰魔可以活下來的話 我覺得冰魔跟這個控場型的角色 奧登這樣搭配非常的有效 所以剛剛可以看到算是ISO的 算是主攻 但是這個奧登在後面牽制的那個 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把人家吸壓炸能量 基本上如果說奧登可以活下來的話 他的那個 控場跟那個傷害非常漂亮 好 那最後一關就是 埃隆老鷹隊 然後因為少了萊卡呢 然後狼人基本上剛開場 就是直接被秒 所以說後來就試了很多這個方式 那絕對是說 這個雙子還勉強可以活下來 然後這個傷害的話 就拼拼看這個索羅斯吧 OK 好 那這個看起來很順利齁 不過也是死的亂七八 那我原先是想要用這個 這個埃隆爾德啦 結果後來發現說 這個埃隆爾德確實是不錯 他可以站在前面當坦 那我已經開啟了適用 可是呢就是 最後一關發現他開不起來了 那另外我原本是想說 這個這個爾德系列 埃隆爾德加伊斯爾德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一起上場 可是 試了那一關這個伊斯爾德關卡 我發現 怎麼講呢 這個 那個就是 可能還沒還沒搭配到四盒的方式吧 可是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覺得這一隻 是我之後想要培養的角色 因為至少他可以站在前排 因為他剛開始就有一個不錯的護盾 然後 如果說可以讓他開大的話 因為這個界的傭兵不能使用神器 那他裝備號角的話 如果讓他可以開一個大 然後全場免疫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很好用 只是說剛剛那一關的話 試了很多次 結果我沒有用到 好 然後這是生命之術 生命之術 這個是 那個什麼 大概是這樣子的這個狀況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拜拜